連續十天放縱吃,不節制會燙幾公斤呢? 靠腰 大家好,我是居蛋布丁 是的,你沒有看錯,我男友又出國了 當我在限動發這個消息的時候,很多私訊蜂擁而至說 那布丁你這次可以繼續隱控啊,或者是你可以換挑戰,放縱一下自己啊 I heard you 所以我這次就決定連續十天都來吃宵夜 看看十天之後我的身體會出現什麼變化 以及我男友看不看得出來呢? 好的,那我們一樣來量一下體重 這些橋段會不會太像 100.8 不瞞大家說前一天就是男友回來,所以就是 我們有在吃一些麥當勞啊,餐廳啊 所以就是有胖一點點 再給大家看一下目前的體型 應該是大同小異到一個不行吧,說實在的 畢竟我又還沒95或怎麼樣 好的,那這是我們的第一餐 很熟悉的這個麥未登的好食嫩雞餐 然後比較不一樣的是呢 這個是什麼可愛的小東西啊 沒錯,這個是那個麥未登他們出的丹麥巧克力 就裡面有塗巧克力醬,然後它是丹麥麵包體 這個可是我男友發覺的小美食吃起來非常的爽 也很罪惡啦 那其實這半年我跟男友同居之後呢 我們是搬來三重這邊 想說趁這次呢,我就來挖掘一下 三重蘆洲地區的一些宵夜美食 然後順便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由於這一次的挑戰呢 本身就是比較罪惡嘛 所以我下定決心了 我這一次呢吃的東西我都不會叫外送 我都會走路或者是如果比較遠 我就騎U-bike去買 降低一下自己的罪惡感 就是有點小運動小運動的感覺 不得不說我男友除了是銀空達人以外 他也是發掘美食達人 他都會找出一些很有趣的東西跟我分享 你看 我的第一天宵夜 老王炸烤 只能說我這個第一天宵夜 真的就是命運多船 因為我本來宵夜就是一間豆漿店 結果沒想到我走到那邊 他直接關門 shut down 然後我就只好在走去老王炸烤 所以我最後在外面走路走了50分鐘 好累 我現在看到這一盤 我也不覺得罪惡 我現在就是覺得 我可以吃他 那這家老王炸烤 其實我已經吃過很多次 我甚至在上一個家外送就已經點過很多次了 他最讚的就是他有炸烤又有串燒烤烤 一次滿足兩種需求 宵夜吃這個會很爽 而且他們這個蒜片都給的超多超爽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超級愛吃雞皮股 炸的烤的我都喜歡 難怪瘦不下來啊 我剛吃完了真的好飽 而且居然飽到我有點不舒服 我不敢相信 但今天重點是蘇打綠的下狂熱下轉出了 蘇打綠版 我今天比較晚吃飯 然後幸好這一間就是開比較晚 所以我還是可以吃到早餐 不知道有沒有也是早餐控的人呢 因為其實我起床第一餐我通常是習慣吃西式早餐 即便就是現在已經到這個下午兩點多的時間了 我還是會點個早餐吃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早餐店我最喜歡的品項可能是薯餅 尤其是這種炸的乾乾的薯餅吃起來超爽 但是呢如果是在飲控的話呢就是要少吃 但因為現在就比較free嘛 所以就是點了一份 重點是這家一份還兩片 晚上我跑去吃三重名店 朱祭花枝羹 其實上座我是可以理解 為什麼會有人覺得一碗九十滿貴的 因為中根的碗 真的是我看過少數好小的碗 butter就是這個but 我一吃下去嚇到花枝超大片超脆 真材實料真的好吃 朱祭我服你 醜米粉看起來普通 只加了豆芽跟蒜末 但我大錯特錯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這完全是我的菜 一口接一口好好吃 但這套份量真的比較少啦 所以我又找了附近的居酒屋 會來這間是因為我突然好想吃 焗烤起司地瓜 最惡美食 然後這個醬燒橫膜膜很好吃 其他就是中規中矩 但我之後呢會嚴禁自己踏入居酒屋 最後居然吃了一千一 我真的 我真的不敢相信 今天的午餐 這個呢就是我上一支影片有講過 我在好日子會點的這個蛋捲餐 就是有一個大大的蛋捲 然後兩個麵包跟一些生菜這樣子 很好吃耶 另外我要說就是 這個天氣如果選擇出去買東西 真的要三次而後行 好熱 呵呵 外送很讚 但沒辦法 我已經說了 我現在就是都要出去買 我真的是 今天宵夜來吃這家神河豆漿 這家是Apple以前的愛店喔 我跟男友搬到三重後也來吃過好幾次 這家我最愛豆芽菜蛋餅 腮超滿 而且有加蔥炒過 吃起來很過癮 另一個每次來必吃的是 鮮蝦燒賣 很鮮 很好吃 其他品項就是看當下心情點 奇怪我怎麼在這裡 太想吃冰了 最後還去買雙倍Oreal冰旋風 邊吃邊走回家 今天晚上吃麥當勞 麥當勞就是最適合配球賽 他要買回來剛好跟上羚羊要登場的金牌戰 嗯 啊 OMG 欸 哇哇哇 啊 啊 好開心 啊 好漂亮 恭喜羚羊派未免成功 好厲害的童話故事完美ending喔 OMG 結果剛打開IG 超多人說我像那個中國男生的教練 我應該可愛數萬倍吧 我現在要立志我以後就是不要想他 雖然說我們都是圓臉小眼睛 但我 我又不要想他 工作完跑來課美多吃點心 重點是他的座位很有隱私 很像自己的神秘基地 每次來都喝果汁牛奶或是奶昔 必點烤吐司加雞塊有夠好吃的組合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雙下巴 也好像厚片吐司 可美多愛 love you 今天宵夜是萬萬兩的牛肉麵 因為我今天呢就去剪頭髮 所以我回家的時候素素就洗澡了 然後洗完想說 蛤 那我就懶得出去買宵夜了 不得不說其實快速煮一下是蠻方便的啦 而且就是萬萬兩這個分量又大 肉又很多 所以吃起來是蠻爽的 是不是蠻浮誇的 但是我這個是那個豪華版啦 他好像有分那個一般版跟豪華版 我吃完那個紅燒整個飆漢飆到好爽 但話說經過吃宵夜這幾天 我真的覺得有胖耶 廢話了 我今天吃沈跟早安美之城的聯名 天啊 我現在大忌妒 Oh my god 沈跟早安美之城 雖然聯名出了剝皮辣椒豬的漢堡肉排 然後用這個漢堡肉排做了蛋餅吐司漢堡 然後還有這個全部夾生菜的這個 飲控可以吃的漢堡這樣子 肉排好香喔 一吃是真的可以吃到那個剝皮辣椒的香味耶 好吃耶 然後因為這一天其實都沒有吃得很健康 所以我就是點了一個滿滿都是美生菜的飽 補充一些就是蔬菜這樣子 這個蔬菜飽還有加蛋跟加起司 雖然說加完是單價蠻高的 可是吃起來很爽 現在是禮拜二的半夜 其實我今天就是沒有很認真記錄 因為呢我今天呢正在剪明天要上線的podcast 我已經剪完了 但重點是我等一下還有一個小短片要剪 啊 所以我今天也沒有出去買宵夜 我晚上就是吃了一個健康便當 然後現在半夜真的太餓了 所以就烤了神棗來吃 我只能說神棗真的是很方便 幸好我還有剩下三四個 然後我朋友有送我那個紅磚布丁 這也是我第一次吃紅磚的布丁 好像也是蠻有名氣的嘛 因為包裝是蠻fancy的 等一下吃完呢再繼續剪片 然後我都會把紅磚布丁 然後我吃起來在外邊 然後我看就知道 所以我會把紅磚布丁 因為我會不會有很多東西 所以我會不會有很多東西 現在是晚上的9點多 但我已經躺在床上準備要入睡了 因為其實昨天呢 我為了剪片一整夜沒有睡 所以呢 我今天也不會再吃宵夜了 我就是睡飽一點 明天早上起來吃早餐 但我突然想到 因為我難得在臥室嘛 所以好像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個小型的白鹿洞 因為我男友呢 其實收藏很多漫畫跟書 然後裡面當然也是有我的部分啦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呢 要買一個書架 來把它好好的陳列 每次看都覺得很療癒耶 Hello 每次看都覺得心情很好 那我就要跳過這一層了 我要帶呼吸器睡覺了 晚安 Good morning 沒想到連麥威登都有寫音梗啦 而且重點是那個橫幅根本過期超久 然後還一直掛在外面 那總之呢 我今天又回到麥威登的懷抱囉 好食嫩雞餐 話說時間也是過得蠻快的 甚至每幾天這一輪又要結束 我不會到時候再上體重機 胖五公斤 哇 啊 煩死阿鳩真的很幽默 而且小日常頻道真的很好看 很喜歡看我的Vlog 晚上跑來西尾街吃宵夜 這邊最有名的應該是這家枝糕飯 肉滷得非常入味 肥肉雖然很罪惡 但吃了當下很開心 也不會油膩到吃不完 重點是開到晚上12點 真的是重口味宵夜好選擇 吃完飯我往前走一點 來這家老店吃冰 算是便宜好吃 套據沈說過的 架和他料 但在戶外吃差一點熱死 幸好是晚上來吃 最後用一個神秘角度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孩子結束這天 我又吃早安美之城 我真的有在愛省這一次聯名的剝皮蠟燭欸 因為其實我之前早餐是不會點漢堡牌的 我比較喜歡吃那種一整塊的肉排 可是這一次剝皮蠟燭的那個味道 真的很好吃 然後我今天剛好收到老套送的T恤 他們跟PlayMe合作 我想說順便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是一個超級寬版T很舒服 重點是後面居然是掛包 超級可愛的 你做得好 你做得好 今天宵夜来吃个咸水鸡 好可怕 就不是饮控的时候 咸水鸡甚至就变成宵夜了 不管是咸水鸡 吃烤物 炸物之类的 我真的好爱吃米血糕 但是之前因为拍饮控的关系 我就是没有拿米血啦 但因为现在呢 我就有拿一下说明 跟大家分享这一个 关于我的小事 但我发现一件很荒谬的事 就是我好像有点算错天数 我男友明天就回来了耶 所以他是在第十天回来 他是去十天酒夜 等于我没有连续吃十天宵夜 我觉得大家OK吧 我觉得我也要放过自己 差不多要停止了 大家说 喝不喝 I love米血糕 难怪胖 有太多有的没的喜好 跟吃剑会让我发胖的 哈哈哈 补充一下 其实我刚去买咸水鸡的时候 发现他旁边居然有一家 开超晚的水果店 所以我又买了两盒水果回来 我这一轮的最后一餐 想要跟大家分享 卢州的这间 宝醉碳烤吐司 这间其实也是我在Uber Eats 意外滑到 因为我也蛮喜欢吃碳烤吐司的 然后这家真的很赞 一来就是烤得很香嘛 二来是他会抹上 奶油、梅乃丝跟花生 罪恶三重奏 而且重点是 他都不会涂得太多 涂得很刚好 所以吃起来呢 是有那种交融在一起的感觉 很好吃 而且料也用得很精致 那因为我今天睡太晚 可是我也很想跟他分享这间店 所以我今天是叫外送啦 大家原谅我 那这间店有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他饮料居然有700cc的 而且重点是可以调甜度哦 所以我就点了一个特大杯的 无糖鲜奶茶 好赞 所以就是卢州的朋友也可以去内用 因为外送真的是比较贵一点啦 我们也是偶尔才会点 但真的好吃 好的大家 我们又到了这个命运的时刻了 我想说我少吃一碗宵夜 所以我吃完早餐以后才量体重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连续十天放纵吃 不节制会胖几公斤呢 呼 靠腰 是的各位观众 胖回103公斤了 前一轮的影控白做工 没错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那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下小心得 当然第一个就是胖回103公斤了嘛 完全是在预料之内的事情 就是绝对会负胖 那第二个呢就是经过这十天 就是疯狂的不节制啊 什么都吃啊 皮肤状况真的有变差 就是有长一些一粒粒的啊 或是痘痘什么的 毕竟我也吃了很多炸物 所以这些都是完全可以预料得到的 我只能说大家想要有好的肤矿的话 除了正常作息 吃东西也是要小心这样子 这里没有要接任何的保养产品 哈哈哈哈 真的是任何一个moment都好适合见缝插针 再来呢就是我觉得 如果有想吃宵夜的心的话 你的吃饭的作息真的是会被打乱 因为像我上次饮控的时候 其实很固定就吃两餐 然后时间都差不多这样子 那我这次呢就是会 要嘛提早吃一点 要嘛就很晚才吃 我就会觉得很明显的 你感受到你的身体会觉得 小姐有完没完啊 就是你知道他们本来可能在里面 也想说差不多了要休息了 我们处理的差不多了 结果又有东西进来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明显的身体上的感受 就是很容易不小心吃过饱 因为说实在的像是 如果你吃饮控餐 份量都不会超过太多 那你有时候吃完 可能就觉得刚刚好 或者是有点小饿 那你也不会吃到太过头 可是因为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你会随便加一些小点 你会想点一个套餐 你什么都想吃看看 我蛮长时间就是会觉得 饱到有点痛苦 就想说这样子对身体 应该是真的蛮不好的 而且因为这10天都处在一个 就是蛮饱的状态 所以我也觉得我的肚子真的是有变大啦 那因为她今天就会回来 所以我等一下也会突袭她一下 看看她会不会看出我有什么改变呢 来一个小小的庆祝仅式 庆祝自己又记录了10天的生活 跟大家分享 然后这是迪士尼买的星巴的玩偶 超可爱的 尷尬 欢迎回来 好久不见 你有网上必要养吗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叫攝影機嗎? 有啊,這次我架好了 哦,我看到了 哦,腳不出來 你要瘦了耶 屁啊,這一點說下話 大佬要說什麼,你這是做什麼 我怕了三公斤啊 這個根本就怕不出來 我怕了幾公斤,我怕了幾公斤 所以大家就是連續時間隨便吃 就是不免零差 所以一公斤對於你的技術來說根本還好 靠養的意思 好啦,我的技術比較大啦,掰掰